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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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自然的 毕竟被包养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我最近刚和林医生在接触 眼看着就要开启相夫教子的日子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表妹看着似乎有些眼熟呢 这个声音让我顿时浑身不自在了 我转过身 一脸假笑道 哈哈 我就说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哈哈 你是今天第三个感觉我面熟的人了 男人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突然往前走了一步 我健壮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 有事儿 男人手指轻轻地敲了一下洗手台 然后突然转身离开了 我妈见过大表姐的新男友后 立马抓着我说 你大表姐这次找的对象可真不错 你应该好好学学人家 我妈就是这样 永远羡慕别人 也不看看我事业有多成功 只要我没有男朋友 她就觉得我不如人家 当年我拿着钱开饭店时 我妈一点也不怀疑我被包养过 因为她觉得 没人会眼瞎包我这种闷葫芦 至于钱是哪来的 我直接说跟着朋友学炒股 挣了一些 她也就信了 她这个人才缺心眼呢 还觉得我比她更缺心眼 这段小插曲很快过去了 我继续勾引着市医院的林医生 她是一个实打实的书生 身上自带着书生气 总之比伤人的铜臭味 让人舒服 我知道她对我有好感 但是她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我 然而又舍不得狠心断了我的想法 这种欲挙还迎的极限拉扯 让我很兴奋 我能想象到 这个老父子被我扑倒后 得有多闷骚 今天我给林医生送完饭出医院时 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车牌 以及能亮下人眼睛的宝石节卡验 我下意识地看向了四周 这就是传说中的冤家路窄吗 在我准备脚底抹油离开时 男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你慌什么 哦 表姐夫啊 我差点没认出来你 你这是来 真能装 这仨子瞬间揭开了我的伪装 我脸色尴尬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欲逃离他的视线 突然我的腰被一只大手抓住 紧接着 我便被他从后面抱住了 你对老主顾也太不周到了 我身子僵了一下 然后赶忙去抠他的大手 然而男人不想轻易放过我 他抓住我的胳膊 然后打开车门 把我塞进了他的豪车里 别乱动 你不想引来更多人的目光吧 他的话提醒了我 当然到底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我对他到底是没什么底气 汽车发动了 半个小时后 他把我带进了郊外的五星级酒店 一进房间 他便把我直接推到床上了 我赶忙挣扎地坐起身来 他却直接把我重新按到了床上 我想你了 听话 一次一万 我他娘的日你大爷 我的话还没骂出来 他便直接稳住我了 贺云霄的床上功夫很不赖 说实话 他凑近我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浑身酥乱了 那次事后 他丢给了我两万现金 我像做贼一样 拿着钱出了酒店 然后直奔商场 拿着钱买了一个金元宝 我把钱花了以后 心里终于踏实一些了 我把金元宝放进了自己的别墅里 这里只有我知道 我妈都不知道我有别墅 我想着等他70岁之前再告诉他 不然怕他太高兴再抽过去了 那次之后 我有点不好意思 去找林医生了 莫名地感觉自己脏了 几天后 我收到了林医生的问候短信 我胡乱回了一句 然后便把手机丢一边了 余生 我就准备跟钱过了 实在寂寞了 就去包个小奶狗 反正老娘有的是钱 一个月后 大表姐举办订婚宴 据说那个有钱人跟她求婚了 我靠 我无法理解贺云霄看上大表姐哪了 长得普普通通 身材普普通通 而且还出了名的拜金 在我印象中 贺云霄都是喜欢大美女 从我对她历任的情人了解 大多都是顶级大美人 虽然我算不上顶级大美人 但是我长得也不差 最起码至少 至少我跟她时 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而且还是985的高材生 我大表姐三流学校毕业 家世背景就更谈不上了 不知道她看上她哪里了 我倒不是妒忌大表姐 我就是怕她被她玩弄 虽然她俩半斤八两 也没什么值得玩弄的 不过她们如果结婚 那我肯定就尴尬了 毕竟我和她有一段 不可言说的关系 订婚宴那天 我找了借口没去 没想到大表姐却在家族群里 故意阴阳怪气地嘲讽我 意思就是说我嫉妒她 所以才不过去祝福我 没办法话都说到这了 我只能去了 订婚宴在五星级大酒店办的 据说是南方花的钱 点的菜式也都是很大菜 大姨一家 大有一副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的济世感 他们脖子上都带着大金链子 据说也是贺云霄送的 表弟更是带了一块金表 全家人的笑容都快要裂到后脑勺了 这贺云霄可真是舍得花钱 按说以她的资历 不可能看得上大姨一家 想不通真是想不通 贺云霄看到我后 还是一副很不熟的样子 大表姐对她毕恭毕敬的 完全没有一点亲密感 阿念 云霄也是开饭店的 你可以跟她好好请教请教 既不可失哦 不敢不敢 开玩笑 人家那可是连锁饭店 跟我们这种是不一样的 奇怪的是 订婚宴上的人都是女方的亲戚 贺云霄那边好像只有几个助理 就在我诧异时 突然有人端过来一杯香槟 我没做她想便拿过来喝了一口 之后我发生了什么 我就记不清了 总之我在睁开眼睛时 我浑身赤裸地 躺在贺云霄的怀里 门口传来了大表姐的叫骂声 苏念 你这个狐狸精 你真是恬不知耻 你还我未婚夫 啊 原来这是个局 贺云霄给我设的局 开门 阿念 你是不是在里面 你勾引表姐的未婚夫 你是人吗 我闭着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坐起身 瞪着贺云霄道 说吧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贺云霄把手枕在头下面 然后一脸得意地看着我道 什么意思 这不已经很明显了吗 为什么 咱们不是已经迎货两气了吗 我实在无法理解她 为什么给我设这个局 老娘又没多拿她钱 贺云霄 确实营火两气了 但是你的售后服务太差 让我觉得我自己的钱花得不值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说道 协议是你订的 价钱也是你订的 日期也是你订的 协议到期了 我拍屁股走人 不很正常吗 来 来 多来几个人 把门给撞开 我听到这句话后 立马担心地看向了门口 完了 如果坐实了我勾引表姐夫的事情 我怎么样无所谓 我妈肯定在亲戚家就抬不起头了 这样 贺总 我把钱退给你一部分 你帮我圆个谎 好不好 贺云霄一脸玩味地看着我说道 我不要钱 我就是要你丢尽颜面 我文言 忍不住顶了一下后槽牙 好想把她咬死 以我对贺云霄的了解 她这个男人 是纯吃软不吃硬 我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翻身压到了她的身上 贺总 我求你了 你能不能别搞我了 贺云霄看着我冷声说道 你就是这样求人的 那你要怎么样吗 说着我生硬地在她身上晃晃 贺云霄果然身体开始变得僵硬了 她斜了我一眼 然后一把将我推到了一旁 苏念 别以为你色诱我 我就会对你心软 我告诉你 你已经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门外已经有酒店工作人员来介入了 但是依然有人在撞门 我咬了咬牙看了她一眼 然后火速起身找衣服 不管怎么说 不能光着 然而我在套上裙子后 才发现裙子已经被她扯坏了 这个男人绝对是故意的 我直接找她的衬衫穿在了身上 她衣服很大 正好可以盖住我的屁股 贺云霄 你以为穿成这样 他们就不会误会你了吗 我斜了她一眼没作声 然后直接走向了窗户 这个酒店是个洋房别墅 最多就三层 而我们待着地方应该是二楼 你要干嘛 贺云霄突然蹭一下坐了起来 票楼 你如果死在这里 你可就出名了 到那时候我都出病了 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拉开窗户看了一眼下面 果然是二层 而且一楼和二楼之间 有突出的装饰物 我小时候没少爬树 所以攀爬技术一直不错 如今算是派上用场了 就在我扒着窗户框 准备上去时 腰间突然多了一双大手 接着我就被抱下来了 胡闹 贺云霄瞪着我低吼道 贺云霄你放开 我死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没关系 说着我便开始挣扎地去扒窗户来 贺云霄 老子真是扶了你了 真是个耸包蛋 你现在藏到浴室里 然后把门锁上 我保证不会揭发你 我看了一眼窗外 然后又看了看他 我信你一次 说着我便赶忙跑去浴室 然后反锁上了门 我在浴室听见 好像贺云霄主动把门打开了 然后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人呢 苏念呢 他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你没资格质问我 可是你是我的未婚夫 现在已经不是了 为什么 是不是苏念 昨天晚上有人看到 他和你一起上楼了 我数到三 你现在赶紧带着人离开我这里 他在这里是不是 苏念 完了 我就知道 贺云霄不会轻易放过我 不一会儿 便有人来到浴室门口了 浴室是反锁着 他们用力踹了几下门 但是门没有被踹开 里面肯定有人 是不是你苏念 还好他没有证据 所以只能是空口无凭了 李丹 你为什么非要咬定里面的人 就是苏念呢 这是我妈的声音 显然他想替我开拓 这里只有苏念没有在 不是他还有谁 那是因为他回家了 那我现在打电话给他求证 如果他能赶来 就证明不是他 我听到这句话后 顿时浑身酥软了一下 因为我的手机就在外面 刚刚我忘记拿进来了 他如果一打电话 肯定就会露线的 李丹 好了 你不要再胡闹了 那里面的人 是我的相好 他突然从国外回来 所以我们就复合了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替苏念打掩护 李丹 喜欢谁是我的自由 你在我这里得到的 已经够多了 你如果再这样闹下去 就把我给你的那些东西 给我吐出来 贺云霄说完这句话后 房间里瞬间安静了 不一会儿 突然又传来一阵脚步声 只是这个声音 好像越来越远了 过了好一会儿 贺云霄突然说道 出来吧 他们都走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才打开浴室门 此时 门外果然没有人了 你这欲盖弥彰的话 只会让他们更误会我 你就知足吧 没让你桌间的床就不错了 我瞪了他一眼 然后绕过他去拿手机 这个地方不能再呆了 特别是这个男人太恶心了 苏念 你说 之后的几十年 你的亲戚朋友 该如何看你 看不惯别看 我又没逼着他们尊敬我 说着 我便拿着手机走了 李丹在家族群里 把我吐骂了一顿 我回了他一个 莫名其妙的表情 然后发了一张自己曾经去外地游玩的照片 这下群里的亲戚顿时开始指责大表姐了 在他们看来 这只是她的疑神疑鬼而已 你昨天晚上就去参加婚礼了 今天就去了外地 我不信 你爱信不信 反正我是亲者自亲 大表姐瞬间也有些迷惑了 毕竟她也不是很确定 这段小插曲算是过去了 然而更大的风暴有了 我的饭店被查封了 而且饭店的账单也被拿走了 完了 这回贺云霄算是捅我费上了 而且我根本没有对策 饭店被查封 工人工资要照发 房租要正常交 每天的成本将近一万块 而且长时间的查封 会流失很多的老顾客 长此以往下去 饭店就会面临倒闭 我决定放下身段 好好跟她谈谈 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不会傻到鸡蛋碰石头 只可惜她并没有给我脸 我连打了几个电话 她都给挂断了 第二天一早 我飞机去了她集团公司 然而她的员工却告诉我 她去C市开分公司了 至于叫什么分公司 她却拒绝透露 C市就是我的老家 所以她这是要准备跟我打长期战了 转天 我又坐飞机回到了C市 想要知道贺云霄的信息 还得想法从大表姐入手 大表姐看到我后 指着鼻子大骂我是狐狸精 我看着她胡扯道 大表姐 你知不知道你被她骗了 其实她是在考验你 大表姐文言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我从兜里拿出一万块钱的现金 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这是表姐付给我的工钱 就是让我假装和她上床 然后看你的表现 结果 哎 大表姐文言眼眶 瞬间变得通红了 你在骗我对不对 她为什么要考验我 人家可是身家过亿的人 找老婆肯定想找一个能识大体的人 你这样一闹 哎 大表姐听到这句话后 忍不住捂着嘴痛哭起来 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金归婿 然而如今却被作媒了 苏念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为什么要帮着她骗表姐 可是表姐夫说 如果我不配合她 她就会解除和你的婚约 大表姐听到我这句话后 忍不住懊恼着打了一下自己的头 都怪我 我应该镇定一点的 突然她看向我 然后拉住了我的手 阿念 你最聪明了 你帮表姐想想办法 表姐应该怎么补救 当然是把她约出来 然后告诉她 你准备接受那个第三者 然后做一个十大体的闲内注 可是她根本不接我电话 那你知道她的工作地点吗 重点来了 我只知道她在五星级酒店订了一个总统套房 当时我意外在酒店巧遇了她 然后她就突然喜欢上我了 那你就去那里去找她 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真的 那太好了 大表姐似乎不太敢去找她 知道我会陪着她 她立马开心地应下了 第二天 我们就去那个酒店底下蹲点了 只可惜 蹲了一晚上 也没有碰到人 在连蹲了三天后 我们终于堵到贺云霄了 贺云霄看到我和大表姐后 明显有一些惊讶 她可能想到 我会找到她 但是没想到大表姐会跟着来 大表姐一见到她 就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整个人还想往她身上靠 她烦躁地看了一眼我 然后对着大表姐说道 你走吧 我们已经结束了 大表姐哭着说 云霄 我知道你在考验我 我想通了 我会做一个十大体的弦内柱 不会再干涉你和别人了 贺云霄听到这句话后 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 然后再次看向了我 我耸了耸肩 顺带撇了撇嘴 贺云霄 就算这个人是你表妹 你也愿意吗 大表姐看了看我 我连忙冲着她点了点头 表姐立马看着贺云霄说道 我愿意 只要你不离开我 你喜欢谁我都愿意 贺云霄文言 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 她估计没有想到 大表姐会被我洗脑 贺云霄突然黑着脸 看了我一眼 然后直接扯着我 就往酒店房间走了 她带着我 直接去了她的总统套房 然后一把将我推到了床上 苏念 老子不知道你跟老子耍什么心眼 总之你以后离老子远点 我看了她一眼 然后坐起身整了整衣服 贺总 您找人把我的饭店封了 又不接我电话 我总得想法找到你 不是 贺云霄 我不接你电话 就证明我不想见你 所以你最好离我远点 我站起身走到她的面前 然后伸手掉在了她的脖子上 你嘴上让我离你远点 刚刚为什么要把我拉进你房间里来 贺云霄看着我 脸色意味不明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 她身体的变化 我试试松开她的脖子 然后一本正经地看着她说道 贺总 我觉得我在跟你的三年里 一直是全心全意地待你的 我觉得咱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贺云霄 你如果真心对我 就不会说走就走 说着她的眼眶竟然微微有些泛红了 我看了她一眼 然后皱了一下眉头说道 契约到妻 难道贺总想让我 求着你跟我续妻吗 贺云霄 养只猫狗 走之前都得摇摇尾巴巴 而你拿了钱就走 连个畜生都不如 所以 你就要毁了我 贺云霄 所以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 我看着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低声说道 这个饭店我投资了大几百万 刚刚有些起色 你就让人给我疯了 你这样不仅会让我血本无归 还会害得赔个底调 有多大事 咱们不能好好说呢 说着我忍不住无奈地看向贺云霄 贺云霄看着我 突然伸手搂住了我的腰 想让我消气 那就拿出你的诚意来 我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贺总如果报复我 就为了那几下 那倒真的不值当了 说着我伸手推了一下她的胸口 贺云霄见状 黑着脸松开了我 那你说 你该如何让我消气 贺云霄黑着脸看着我 我看着她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沉声说道 贺总是爱上我了吗 贺云霄文言忍不住吃笑了一声 真是自以为是 既然不是 那为什么非要这般恼羞成怒呢 还是说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哭着求你跟我续约 满足你所有的自尊心 贺云霄文言脸色瞬间更难看了 在你眼里 老子就是这种人 你一直是高高在上的 所以你习惯了别人的追捧 倘若有一次 对方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你就会伺机打击报复 贺云霄 你胡说 你根本就不懂我 你根本就 就不懂我 我听出了她的话里有话 不过我并不想揣摩那些 没有女人不喜欢高富帅的男人 但是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清醒的人 我知道你不会娶我 你也知道你不会娶我 所以我没有纠缠就离开了 我觉得我给了你很大的体面 你如果觉得还有其他想法 你应该会来找我 但是你没有 证明你觉得我不配得到你的二次青睐 从根上你就是瞧不起我 也正因为你瞧不起我 所以才会受不了我这么力所地离开你 这违背了你的预期 所以你就报复我 贺云霄看着我欲言又止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沉声说道 你说得对 我就是瞧不起你 贺总 气你也出了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吧 贺云霄看了我一眼 然后冷声说道 滚 现在立刻马上 我看了她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了 我有那么一刻 想要通过现身来博得她的原谅 但是转念一想 凭什么 大不了从头再来 三天后 就在我准备清算工资 让工人另谋高就时 我的饭店居然解封了 从那以后 贺云霄再也没有出现过 只有大表姐 时不时来找我打探一下她的消息 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情是 我竟然怀孕了 我犹豫了几天后 选择生下这个孩子 毕竟这是一条生命 而且对于贺云霄的基因 我还是很满意的 一开始 我妈还没发现 三个半月后 我的肚子越来越突出了 我妈终于发现端倪了 她跟我发了好大的脾气 我没有说话 而且直接跪在了她的面前 妈 对不起 但是我想生下这个孩子 我妈红着眼睛看着我 忍不住大喊道 你疯了 你不怕被唾沫星子淹死吗 我不怕 孩子是无辜的 而且我也到了该生孩子的年纪了 反正我现在也不缺钱 我自己也养得起 那如果亲戚朋友问起来 我要怎么说 你什么也不用说 我会找机会发到家族群里的 第二天 我就把自己的必抄单子 派到家族群里了 果然 不一会儿 群里就炸了 大表姐率先质问我 孩子是不是她前未婚夫的 我直接回到恭喜你答对了 大表姐苏念 你个不要脸的贱人 你挖我墙脚 你太他妈不是人了 大姨也忍不住骂道 苏念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抢谁的男人不好 非抢你表姐的男人 你就不怕糟天浅 你就不怕出门被车撞死吗 我妈回到姐 你怎么说话呢 这可是你外甥女 我回到首先 不是我挖你墙脚 是贺云霄一开始 就想借你来报复我 这件事里 你本来就是一个配角 不可能 你信不信随你 反正我今天已经把事说清楚了 你们也别一个个打听我 为什么会肚子大了 没错 就是未婚先孕 我高兴我乐意 我的孩子 我自己养得起 以后谁想嗶嗶 别去我妈跟前嗶嗶 这事跟她没关系 有能耐你们 上我跟前来 我有的是时间 跟你们好好说到说到 我这大段消息发过去 群里瞬间安静了 大姨一家没别的什么本事 所以他们也不敢 跟我硬碰硬 这件事 就这样被我强制官宣了 也正因为我没有藏着掖着 所以后面他们也就没有再问了 与此同时 我和我大姨一家 也算是断绝来往了 半年后 我生下一个小帅哥 这孩子跟贺云霄长得一个死出 所以颜值还是很高的 大表姐见过一次孩子 一看到孩子 她便知道我没有撒谎了 当然她也不会好心 去告诉贺云霄 毕竟她可巴不得我做单亲妈妈呢 两年后的一天上午 我抱着孩子去商场买东西 我把孩子放在购物车上推着她 小家伙不停地要这样拿 我自然是不能惯着她 所以一直在跟她讨价还价 你只能要一样 多了我就不买了 妈妈 我想吃奶油冰淇淋 那就不能吃巧克力派了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一拉罐掉落的声音 我一回头 便看到贺云霄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们母子 我也被她的出现惊呆了 毕竟这个男人上次 搞出来的那些事情 我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我回过头 推着孩子就要走 然而就在这时 贺云霄却突然走过来 拉住了我的购物车 这谁的孩子 他依然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显然他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这我的孩子啊 我故作轻松到 贺云霄看了看我 然后又看了看孩子 他是不是我的种 我听到这句话后 忍不住冷声道不好意思 我已经结婚了 贺云霄文言 眼里难掩失望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看看我的儿子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后会有期 说着我便故作轻松地 推着孩子走了 我回去后 越想越后怕 我害怕贺云霄 查到孩子是他的 所以开始考虑 带着孩子跑路了 然而 我还没来得及跑 贺云霄便出现在我家里了 阿姨 这个人生不得了 将近有几百年了 我妈瞪大了眼睛 说到有几百年了 贺云霄当然了 希望您不要嫌弃 我妈赶忙笑着说道 不会不会 我愣愣地看着俩人 熟络的样子 仿佛像是 认识了好几年的旧时 你来我家干什么 我正愣片刻后 终于忍不住问道 贺云霄看了我一眼 然后表情不自然地 看向了我妈 我妈赶忙替她说到 人家小贺就想来看看孩子 毕竟 这也是人家的孩子 我文言顿时忍不住 瞪大了眼睛 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应该没有留任何破绽啊 贺云霄四世 看出了我的疑惑 所以拿出了一份 亲子鉴定 我已经做过鉴定了 你什么时候做的 要知道上次相遇 我们只说了不到一分钟的话 贺云霄看着我勾了一下 嘴角你和儿子讲道理时 不小心把给他 擦口水的纸掉在地上了 当时我就觉得孩子像我 所以就把那个纸捡起来了 结果如我所料 孩子真的是我的 安念 我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文言顿时眼睛瞪得更大了 这家伙也太他妈的有心眼了吧 我告诉你啊 这孩子跟你没关系 你赶紧给我滚 我话音刚落 我妈直接骂到你给我闭嘴 你凭什么不让孩子 跟他爸爸相认啊 你有权利 不让人家看孩子吗 爸爸 我不会拼这个乐高 你帮帮我 好不好 贺云霄当然好了 爸爸这就带你去 说着 他便抱着他去了儿童房了 我简直一整个震惊了 他是怎么厚着脸皮 和孩子相认的 我刚想说什么 我妈就直接一巴掌拍过来了 你再敢把姑爷撵出去 老娘就跟你没完 说完 他便笑嘻嘻地进入儿童房了 我一脸震惊地看着儿童房 怎么就又成姑爷了 这老太太 想姑爷想疯了吧 贺云霄翻外 我去C市出差时 无意间在酒店大厅 听到一个女人在打电话 电话内容我没有听 直到我听到了熟悉的名字阿念 我试着和那个女人搭讪 原来她口中的阿念是她的表妹 她跟我说了很多 关于她这个传奇表妹的事情 那些事情隐隐约约和我有关 这让我心里有了一丝幸福感 不久后 我出现在了她的家庭聚会上 她还是那么清纯可人 一点也没有饭店老板娘的派头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她很特别的原因 她认出我后表现得很惊讶 天知道我用了多大的力气 让我自己如此平静地面对她 当年她说走就走了 我感觉她肯定会回来 因为以前那些女人都是这样 喜欢跟我玩欲情故纵 然而我等了三个月 她都没有出现 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 她已经回了老家买了房子 做了老板娘 过得风生水起 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被甩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我感觉自己失恋了 我很难受 难受到恨不得把她抓回来 我尝试和不同的女人接触 但是她们都特别做做 完全不像她那样简单又真实 从那以后 我身边再也没有女人了 我知道我爱上了苏念 但是我的骄傲 让我不允许去主动找她 直到两年后 我去C市开分公司 原本可以不用在C市开 但是我选择了C市 原本可以不用我亲自来 但是我还是来了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我真的碰到了和她有联系的人 然后出现在了她家庭聚会上 看到她惊讶之后 只剩下了冷漠 我心里沉寂的怒火 再次翻涌起来了 我找机会把她按在床上 然后疯狂地占有她 然而这还不够 我要报复她 我不能让她过得那么自在 我假意向她的大表姐求婚 然后设了那么一个局 她居然能想到票楼 让我震惊 我还是不忍心 怕她真的摔下去 所以还是帮她 解了为让她躲去了浴室 避免了她的尴尬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我不甘心 更多的是我不甘心 我们就再次没有交集了 所以我找人查封了她的饭店 她果然慌了 直到她那些一大段的剖析 我突然有些怂了 我不敢承认我爱上了她 就像她说的 我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低下头表白呢 我再一次消失了 我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她了 忍了三年后 我鬼使神差地再次去了C市 直到当我看到购物车上 那个缩小板的我后 我瞬间破房了 追击两年后 我们一家三口 才终于住在了一起 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终于又开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